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好样For Mosa 将会聚人口的百老会剧场的歌剧魅影 一道湖光山色的乐坛湖畔会发生什么样的火花呢 一年一度的乐坛花火音乐节 今年请来美声的女高音傅上珍与男高音王点 在管弦乐团的演奏下 要打造一场最大的音乐面具趴 一部描述十九世纪 发生在法国巴黎歌剧院的爱情故事 男主角以高看的声音来诠释内心情绪的澎湃跟挣扎 这是百老会上演最久的动人爱情音乐剧歌剧魅影 那么多人的喜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在于 它其实不是一个公主和王子的故事 它反而是一个两个各自都有缺憾的人的故事 所以就是获得了全世界无数人的共鸣 有别于往年的音乐饗宴 主办单位克服了音乐版权问题 将百老会歌剧魅影的情境移到了日乐坛湖畔 同时也希望打造一场最大的音乐面具趴 我们这次选取歌剧魅影的原因 它是全世界最多人看过的音乐剧 也是国人最喜爱的音乐剧的曲目 我们希望把这个古老的歌剧院的场景 就搬到了湖光山色的日乐坛的湖畔 然后大家戴着面具一起来台上台下互动 能够在像日乐坛这么美好的地方 能够听到歌剧魅影的被授权的 这些歌曲的现场的演出 是我想会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日乐坛花火节当晚 除了神秘的音乐面具趴外 还会有压轴的双重声响曲目 要让民众惊艳一整晚 新唐人家的电视 李金菊 台湾南投采访报道